這有混血 日本啊或韓國啊 很台灣耶 對不對 日本... 那我覺得她長得很文青 就是很清新 像陳其貞那一關 對... 清新 好的 歡迎下一位Vicky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對 跟下面不大一樣 對 跟下面不大一樣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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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是來尋仇的嗎 等一下 待會刀子會從群裡 會掉出來 你好 妳跟大家自為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Vicky 然後妳是哪裡混哪裡 我是台灣跟荷蘭 荷蘭啊 好特別 她的五光好精緻喔 妳的眼睛是帶瞳孔變色片 好 所以妳是比較像亞洲一點點的 對 但是我覺得她的個 因為我記得荷蘭人個也比較高 很高 我們去尿尿時候都要跳球才尿 他變口都很高 來得及他就不好 還是覺得... 好... 所以妳平常有喜歡什麼樣 類型的男生嗎 有自己想法... 有自己興趣的男生 那如果我們膚淺一點 只看外表的話 這四位妳喜歡哪一款 下一款 謝謝... 為什麼喜歡這一款 妳是有籤的 我喜歡台灣的男生 台灣男生 台灣男生 好不好 所以待會兒我們再好好聊一聊 她還喜歡什麼 謝謝妳 謝謝 謝謝 就是我前一陣子 是在西班牙讀書 然後我在西班牙... 就是西班牙人就是很愛喝酒啊 所以我每天放學的時候 就是會去喝酒 然後就是有一天 就有一個亞洲男生 就跑來跟我說話 就是我可以認識妳嗎 然後因為我在國外 我看到亞洲人 我就非常開心 然後就有種親切感 我就給他我的WhatsApp 對 然後後來之後 我們就是每天都會一起 就是去喝酒 所以是對他有一點好感嗎 沒有 我就是看到亞洲人 我對他非常開心 亞洲人就有60分對不對 在國外 我中間也想跟你要 妳可以給他嗎 好 還好我手機還沒有 好 好 然後後續呢 然後後續就是 後來我回來台灣了嘛 然後我就跟我的好朋友 分享這件事情 我就拿我的... 就拿他的照片給我朋友看 然後我朋友居然說 這是我的高中同學 然後我就超傻眼的 然後後來就是最誇張的是 就是有一次我在台北 錄像遇到他 之後他又開始約我出去 然後...對 然後我都沒有出去 然後突然有一天 就是半夜三四點 他就說 好可怕 對 然後... 他怎麼會知道妳家在哪 因為就是那一代的朋友 就是都會認識這樣子 他就問朋友的朋友 就是我家坐在哪裡 然後他就說 如果你不下來陪我吃宵夜的話 我現在就馬上按妳家的門了 然後我就... 這麼沒禮貌 為了不要讓我的就是家人發現 就是我怕會吵到他們 然後我就只好陪他去吃宵夜 太好了 你怎麼不下樓婉拒他就好了 對啊 對 但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半夜我不敢在 就是太大聲吵什麼的 所以你們就吃完 那有開開心心的吃嗎 就是敷衍一下這樣 敷衍一下 真實的敷衍感 對 有點可怕 這有點恐怖情人的感覺 對 醉到家裡了 對 這不行 這真的不行... 你要把它封鎖 你現在是一個男朋友的 你現在是一個男朋友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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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